乌婶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谢雷喊话杨毅 说乌婶这段 实话说很脏 却点了杨毅的穴 虽令人不耻 但或许坏心办好事 这两天看见那个卖鞋也好 直播也好 没看见我乌婶 我想他 当年乌婶对我不错 挺疼我的 以前乌婶那叶子会玩去的时候 乌婶真没少照顾我 乌婶那件漂亮年轻 那歌唱的真棒 我不喜欢杨毅的买卖道 但更不吃谢雷的伦理梗 老话讲 祸不及家人 谢雷为了师父侯耀华 this 杨毅没问题 但有时说是 不能把家人特别是女眷带进来 换位思考 如果你跟人吵架 对方含啥摄影说你老婆或女儿 你也忍不了 这段话脏就脏在 他用了四个敏感词误导观众 乌婶漂亮 叶总会 对我很好 我很想他 把这四个词串起来 很容易让人想歪 一次恶心杨毅 第一个目的达到了 谢雷后面的话才是真正点了杨毅的血 我大概也听说了点啊 乌婶您别介意啊 谢雷用这段话揭开了杨毅夫妻不合的传闻 关键信息 当年吴婶陪你创业 现在你给吴婶道歉 表达的就是一个词 忘恩负义 这才是谢雷这条视频的核心 那么谢雷的含沙摄影是否属实呢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传闻 说杨毅两口子分居了 老婆孟真搬出了杨毅的豪宅 然而这只是传闻 打开孟真的某音账号 至顶视频仍是他与杨毅的合影 无论如何 谢雷的目的达到了 我看有的自媒体就断章取义 只把谢雷前面的话摘出来写 并当做噱头 很多网友也被误导了 而夫妻不合的传闻 甚至还延伸出了小三 私生子之类的说法 所以 谢雷这次的反击很脏很下作 但也许坏心办了好事 惹了一身骚的杨毅自然做不住 很快便以夫妻二人的名义寄予回应 称正在联系律师将诉诸法律手段 维护夫妻二人的名誉 杨毅说想闹事的应该就是指的谢雷 而账号很久没更新的孟真 也发布了视频 剑指谢雷 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都是一半儒雅 一半野性 她能笑着和你讲道理 也能翻脸和你讲规矩 孟真这番话说得挺好 凡是有个规矩 有个底线 互相dis的游戏 如果把家人特别是把女眷牵扯进来 那这游戏就没法玩下去了 此外 孟真还在评论区 给祝福她和杨毅的评论点了赞 这是否也从侧面推翻了夫妻不合的传闻 退一步说 即便夫妻二人真的不合 谢雷的搅和 兴许还让杨毅夫妻和好如初 让杨家更团结了呢 所以谢雷还真没准坏心办了好事 甭管怎样 谢雷的做法都令人不迟 第一 她的寒沙摄影 即便是真 人家的家务事 外人也管不着 更没权力扩散到公共平台 第二 如果是假 那就是挑拨夫妻关系 损坏夫妻名誉 所以怎么说 谢雷都不占道理 我也不喜欢杨毅的买卖道 但更不吃谢雷的伦理梗 最后支持杨毅夫妇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名誉